乌俄战争乌军在东北反攻有成 有专家认为俄国一旦输掉战争 普廷的政权将走斗挑战 而近日普廷宣布部分动员令征召30万名预备役上战场 更有预测未来可能正式向乌克兰宣战 并动用百万名后备役 美方曾在8月时表示 俄罗斯清乌已经损失了5万到7万名士兵 而美国国防部日前也透露 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大约还有10万兵力 从美国国防部日前发出一篇新闻稿 名为俄国动员可能加剧在乌克兰的失败 五角大约新闻秘书帕托莱德表示 原因在于普廷动用的预备役 不像美国的预备役军队是受过训练的 可以在数小时数天或数周内完成行动 二来动员的确能够补充俄罗斯的人力问题 但从2月24日入侵以来 俄军暴露严重的指挥跟后勤等系统性问题 如果俄罗斯不能指挥调度他们的10万军事 那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再增加30万人会变得更好 这个月中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的 乌俄战争军事情报报告 引述美国政府的估计 俄国在侵略乌克兰之前 在边境部署约15至19万人 共有120个迎级战术群 但报告认为俄军轰炸 并不能有效压制乌克兰防空系统和空优 在地面部队 外界也看到俄罗斯导弹精准度和库存等 都出现了问题 更重要的是俄军的各个单位 几乎都是各自为政协调程度 令人存疑 高级将领更是直接接近前线 导致许多军官死伤 反观乌克兰以游击战 伏击或选择攻击俄军补给线 且允许每个作战指挥部 因地质疑展现惊人的适应性 而亲俄势力近日在乌克兰领土 俄国的四个占领区举办入俄公投 揭示高票通过 不过西方国家纷纷跳出来谴责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 美国不会承认俄罗斯并吞乌克兰的领土 并且不反对乌克兰在这些进行 伪公投的地方 持续使用西方武器光复乌克兰 记者物语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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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